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 澳门这一夜 最受关注的竟然是没走红毯的陈晓 坐在台下一脸 颓废 上台领奖也未展笑眼 可偏偏就是这样格格不入的陈晓 却用自己的方式给内语 上了一课 低调行事 像尖叫之夜 这样的晚会 对许多明星来说都是很大的机会 不管有没有奖项提名 在红毯上出圈 都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热度 女明星个个争其斗艳 礼服一套接着一套 而男明星也不服输 个个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跟随狂飙 剧组出镜的李依童 在这场晚会中换了五套礼服 每一件都将她称得名艳动人 如仙女下凡一般 而备受关注的宋毅 也在本场晚会中换了四件礼服 时而清纯 时而性感 让不少网友直呼 小白好福气 杨幂 刘诗诗 妮妮等 大花的红毯造型 更不用多说 男明星的红毯造型 也没有落后 莲花楼剧组中的诚意 曾顺兮 肖顺瑶 各个英姿挺拔 气宇轩昂 而曾顺兮和田熙薇两人的红毯造型 更是有一种王子和公主的既视感 可以说 这一晚的明星们都是 卷王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本场晚会中风头最盛竟然是三十六岁的陈晓 镜头回到那场后 不少网友发现 没有走红毯的陈晓 直挺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只见他没有精心打扮自己 一头亮眼的金发也没有刻意的打理 一身黑色简约的西装 与周围满是高定的明星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此随性的陈晓和这个盛大晚会的气质 好像格格不入 而且他身上还散发着一股 生人莫尽 整个人都带着一种疏离感 只有遇到自己熟悉的人 陈晓的脸上才浮现出了笑眼 当他环顾一周 发现自己身后做的是王一博 他顿时开心了许多 他们两个人去年在冰与火中有过合作 之后两个人相处得如同哥们一般 甚至网友还调侃 整场活动 陈晓只对王一博露出了自己的笑脸 除此之外 陈晓还与好友陈晓聊得火热 明星坐在一个大圆桌 正是拉拢关系的好时机 可两个人却背着一桌人 焦头接耳了起来 而且在陈晓找不到座位时 陈晓还频频确认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 纷纷表示 陈晓的看不见 都将陈晓搞不自信了 陈晓并不是来这场晚会 打酱油的 他也有自己提名的奖项 那就是 年度品质男演员奖 可陈晓在得知自己得奖后 也没有十分兴奋 他慢慢悠悠地走向领奖台 好像底下的掌声都与他无关 发表感谢词的时候 他也十分官方 并未因获得这个奖项而眉开眼相 然而 比起陈晓获得的奖项 更让人关注的是他的状态 受脱向的原因 在聚光灯的照射下 不少网友发现陈晓的状态极其不佳 他的脸庞消瘦 眼眶也凹陷进去 就连他的腮帮子肉都不见了踪迹 一副受脱向的模样 状态如此不佳的陈晓 瞬间登上了 热搜 不少网友纷纷猜测 他受脱向的原因 有人说陈晓在结完婚后 眼里就没有光了 可能是因为婚姻出现了问题 还有一些人认为是陈晓的事业压力太大了 所以才会报受 还有网友发现 如今的陈晓已经退去了青春的气息 略显沧桑的眉眼 跟谢霆锋越来越像了 怀疑他想要转型 网友们的各个猜测 都在网络上传播着 对于陈晓眼里没有光这个事情 小编突然想到陈延熙曾经回应的一句 他是奥特曼吗 事实上 陈晓受脱向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新剧 隐瞒之事 他这部新剧改编自韩剧 恶之花 为了与角色更加适配 陈晓在短时间瘦了二十斤 在参加 尖叫之夜 这时候 他是匆匆忙忙拍摄才赶来 直接从晚会的后台入场 这时有网友发出疑问 陈晓值得为这个角色 这么拼吗 或许对于陈晓来说 十分值得 陈晓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候 满眼都是对演员这个职业的尊重 他尽力塑造好每一个角色 因为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演员并非偶像 演员而非偶像 中戏只教过我怎么演戏 没有教过我做偶像 陈晓除了有剧播出的时候 几乎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 就连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 他也基本是素颜出镜 好像对于颜值 对于热度这一方面 陈晓好像满不在乎 陈晓的身上 很难看出他对热度的需求 陈晓在十岁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演戏事业 但是真正爆火的却在二零一三年 陈晓从中戏毕业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拍到戏 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 遇到了自己一生的贵人余正 二零一三年 他和赵丽颖和合作的陆真传奇 《易经》播出 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他将高瞻面对仇人的冷漠 面对爱人时眼底的爱意 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另外 他在剧中浅浅的微笑 更是迷倒了一大片迷媚 他让剑眉星目的古装少年 走进了大众的视线中 而他也凭借着这一角色 基深于一线 古装美男的行列 之后无数的资源朝他涌来 《神雕侠侣》 《人生之路》 《冰与火》等剧 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陈晓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他 却偏偏想要当一个实力派演员 甚至在事业的巅峰期 就敢公布自己的恋情 2014年 陈晓在《神雕侠侣》的拍摄过程中 与扮演《小龙女》的陈颜希音系生情 走到了一起 当时不少粉丝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纷纷表示 陈颜希配不上陈晓 可不管外界怎样议论 陈晓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他和陈颜希结婚的消息 那时他是不少观众心中的 男神 在看到他结婚后 纷纷选择了 脱粉 但陈晓却没有很难过 他在众多质疑生与陈颜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而婚礼上的那个 婚纱吻 更是成了结婚的 明场面 后来陈晓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公布恋情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粉丝归零的准备了 在与陈颜希结婚之后 陈晓也渐渐从古偶剧中脱离了出来 开始转型做一个实力派的演员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随便挑剧本 而是挑自己喜欢的 因此陈晓的作品虽然不高产 但是每一部的口碑都很不错 甚至连官媒都亲自下场点赞过陈晓的演技 现在的陈晓 正像导演丁黑评价他的那样 率真坦诚 相信的是认定的人 蒙着眼睛就往前走 甭管前面是坑还是砍 就是相信 刚开始看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不明白 但是看到陈晓现在的表现却恍然大悟 与陈颜希恋情的时候 那么多反对的声音 他都置若网闻 和陈颜希携手度过了七年之久 对于职业也不随波逐流 知道自己正行走在实力派演员的道路上 不需要一直吵热度 在尖叫之夜 结束后 陈晓的工作室也没有过多的营销 还是在粉丝的呼喊下 工作失财 不情不愿 递放出几张图 或许对陈晓来说 坚持走自己的路 才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吧 娱乐圈的纷纷扰扰 好像都与陈晓无关 不走红毯 不捣持自己 拿奖后也不宣传 每一件事都彰显着陈晓的低调 我们相信假以时日 陈晓一定会成为 他心中想要成为的演员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